今集的兩邊走走會和大家繼續跟進香港23條立法的進展 草案已經審議好 特區政府的步伐會不會慢下來呢? 英國這一邊就會關注一下麻疹個案持續增加的情況 當然不少去到現場感受一下MIRROR英國演場會的氣氛 稍後回來一起兩邊走走 大家好歡迎收看兩邊走走 這幾年的香港總會令大家體會以往從未感受過的氣氛 不論你在城內或者城外都會感染到那種情緒 不安、惶恐、傷心、無感、心死 熱烈表態、踴躍討論、時事關心、不懈旁觀、視若無睹 這個幾星期的新香港又去了新的境界 不止不再是官民兩邊的平行時空 公民的聲音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四年來在網上也好 大家感覺舒服的空間也好 國安法這三個字總會在二邊出現 但是另一條影響傳承未來的 不要說名字連形容它的詞語、句子都幾難看得到 月頭BBC在香港做街頭訪問的這些片段 有部分人一說起23條就以不說了不方便去回應 亦都有人被問到你知不支持23條立法 就說支持只是嚴厲一點 無所謂敢話 相比四年前暴風雨前的惶恐 今日在龍捲風之中 香港人表露出來的是不動聲色 一條基本法明文社要立的法律 一條中央、香港、國際都關心的法律 諮詢期只有30天 不用7天就整合到全社會的意見 整合意見之後不用兩天就有草案刊獻 刊獻之後不用三小時 新立法會就完成二讀 不止這樣 草案181條條文 新立法會完成了審議 都只是用七天時間 紫若欲速則不達 官若早一日得一日 如果主席你下命令 一個星期開七天 甚至晚上加班 我們都會盡量配合 23條的法案委員會 最終真是開足七天 開了四十幾個小時 條例草案是在審議的第一天早上才面世 很多細節去到開會才披露 自信期間 大律師公會、記協等多個組織 建議就國家秘密相關罪行 引入公眾利益作抗辨理由 條例草案的確加了公眾利益作為免責辯護 但要達到辯護門檻 就要符合多個條件 包括要考慮事件的嚴重性 有沒有採取合理切實可行的替代方案 是不是基於緊急情況等等 又列明指明披露限這兩個目的 揭露嚴重影響政府職能的情況 或者揭露公共秩序 公眾健康的嚴重威脅 好像武漢李文良醫生 他發展現一個新冠病毒 他是否先跟上司說 還是他就這樣說 那個人就要合理地看所有的步驟 是否做了披露之前 是否都做了呢 這個就不是坊間那些 隨便說我要他吹哨人的辯護 總之我做吹哨人 我認為符合公眾利益爆料 我就自動有個辯解 不是這樣 絕對不是 是 葉太說得好 18年紅磡站 漸降金 如果沒有獨立委員會去查 那件事是真的危害城客安全的 某程度上都是大事來的 我當時是為了公眾利益 也是想維護國家安全 我是出一番好意 沒有其他的意圖 就是到時如果真的有什麼 我就用公眾利益去抗辯 都應該是可以的 這麼特定的場景 其實不太方便在這裡作出討論 至於被視為罪家一等的 勾結境外勢力 有議員都對字眼有憂慮 我們負責有智庫的 都是跟外國很多交往 很多時要跟境外一些智庫 合作搞研討會 網上討論 其實大家都影響大家 交流都是想影響 如果我們合作大家出錢 或者怎樣搞一些活動 會不會就跌入了這個offense 罪行另外兩個元素 就是意圖帶來干預效果 以及要有一個不當手段 你剛才提到的 只不過一個合作 可能最多是有配合境外勢力的定義 是不會有另外兩個 所以不會因為純粹你們的合作 而會領治你犯法的 但是我覺得挺負面 聽起來 譬如我派過年輕人去見習 做intern 配合境外勢力 那都不太好 聽起來都 那些年輕人可能都不敢去 我想就不要拘禮於 還要配合境外勢力 我們不好聽 不犯法的 這個是中性的 就是正如我所說 你是跟人合作 是中性的 交流是中性的 去到審議有關 支援境外情報組織的條文 出現過這一番對話 其實如果我們沒有一個清單 講哪些是境外的 那我就不知道 你告我 我都不知道 什麼原來是境外的 我們經常看小說 就知道 CIA M16 MOSAT 但是不是真的有這些機構 是情報組織 是MI6 不是M16 MI6 剛才張議員說的那些機關 應該常人都會理解到 都是這些境外的情報組織 多謝 條例草案建議政府 可以將國安案件被捕人的 未檢控拘留期 由48個小時 向法院申請延長到最多16日 他申請延期有個程序 一個總督察要準備個告法 可能有個阻滯的 即是如果忽然間打風 你知道我們有時也試過 忽然間掛8號風球掛得很急 那如果他是過了這48小時 未拿到這個延期 會不會這個被捕人 他立即有個律師可以申請 釋放他出來 理論上是的 48小時之後 如果未能夠拿到裁判官 批准申請延長機樓 是無權力再扣留 那你們接受這個情況 我想補充 如果拘捕了那個人 48小時期間 原來打風 一直都開不了庭 去到這48小時之後 打完風 第一次裁判官要開庭 你就應該帶被告上去 可能是過去 或者如果要申請延長機樓 也都是在這個限期的時候 就帶那個疑犯 上裁判官做申請 你可以合法拘留他多於48小時 是不是這樣 是的 因為如果事實上 根本開不了庭的話 我想這也是一個很合理的安排 條例草案提及 如果政府相信被捕人 和指定律師 或者律師行見面諮詢 有機會危害國家安全 警方可以向法院 申請禁止被捕人 諮詢某個律師 或者是律師行 一人做事一人當 為什麼一個律師有問題 你要全家律師事務所都不給諮詢呢 事務律師行 他們確實都是作為一個整體 他們之間有共同承擔責任 我們不排除一些情況 真的有一些整間律師行 可能都有需要限制諮詢的情況 但是當然 警方向裁判官提出一些 都應該要比較強的理據 裁判官要順立 真的有理據去這樣做 才會限制不准整間律師行 警方也可以申請禁止被捕人 在被捕後48小時內 會見任何律師 申請只限一次 警方是否可以在延長機留 譬如延長7天 同時間我就向裁判官再申請一個 即是現場機留期間再有48小時的禁制 如果限制你去見個別或者某個律師行的律師 這只是施加一個限制 限制他去見律師的權利 但是如果我全面禁止他去見任何律師 這就不單是一個限制 你是完全禁止他 這其實對他的影響力是相當大的 那我想如果那個時段 你越長 你被人司法覆核的機會 就著合憲性的挑戰的機會 是越大的 也都要顧及到 就是去基本法第35條去見律師的權利 那我們覺得 在這樣就要取得一個適當的平衡 現在是取得一個平衡的話 就變成條文裡面 是極度剋制了警方或政府當局做的事情 但是始終都要取得一個平衡 所以到最終來計 我們要接受一個 不是完全理想的一個情況 草案有建議修訂監獄規則 除非懲教署長信納 囚犯減刑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 否則不會獲得行為良好的三分之一減刑 懲教署署長可以一年複核一次 我自己覺得可能每半年複核就會好一些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如果每半年複核 它會有些上進心 因為如果不是 它會覺得 可能臨尾我都撒了 你都不用複核我了 我們都希望它能夠在裡面說不好 因為這樣 而令到它原有的勤奮和良好行為 就可能打到折扣了 為什麼機制一年呢 這也是一個平衡在這裡 首先平衡就是 你一定要那個人的情況有變 我們才會重新去檢視 包括那個人的思想有沒有變 一般的行為有沒有變 所以我們覺得 沒有理由兩個月一次 平衡一年 似乎應該適合評估這個人 23條立法要早一天得一天 星期三下午4點左右已經完成逐條審議 第二天要再開會討論修正案 委員會主席廖長江就要求律政司人員 要在5個小時內交修正案 草爾科你好像有困擾 我們會盡力的 12點才可以 我問一問 秘書處可以早些交給議員 議員可以看到之後才開會 可能比較妥當 我想如果是9點左右 可以嗎 最終政府大約晚上11點交修正案 內容包括特首會同行政會議 可以為維護國安所需訂立附屬法例 相關罰則是最高罰款50萬和監禁7年 第二天 明報A3版報導的標題 說修正案、涵蓋加強管理傳媒等 4條罪類可以送交內地 到早10點多發出的更證和澄清 說標題有誤 鄧炳強中午在會上總結發言時 故意點名譴責明報 這是假的、是錯的、是不對的 這個標題我認為是惡毒的 我作為應變法務隊的隊長 必須要在此向全港市民再次強烈譴責明報 這個報導 我留意到明報在網上版已經改了 以及作出了澄清和道歉 但我想說傷害已經造成 Damage has been done 條例草案星期五下午上了立法會內會 開會前鄧炳強去信內會 請求內會盡快將條例草案 納入立法會大會議程 盡早恢復二讀辯論和三讀程序 內會經討論後一致表示支持 根據議事規則 法案最早可以在內會會議後 第二個星期三恢復二讀辯論 不過立法會主席有權豁免 令法案早些通過 這個星期中國的兩會閉幕 沒有總理記者會之下 國際焦點可以分心關心香港的進展 上個月才寫完評論文章 說要痛心承認HK is over的 中共好朋友羅奇Steven Roach 在葉劉淑儀不斷隔空和他辯論下 也繼續評論香港 最近他就在社交平台說 特區政府迅速頒布23條 正正凸顯了他先前編文所提到的憂慮 香港在政治層面已經失去自主 不知是否見到葉劉淑儀面向國際反駁 KPI成績觸目 Steven Roach的留言都挺熱鬧的 葉劉的新聞黨黨友 立法會議員李梓敬、陳嘉培 甚至是東區區議員劉勝雪 和屯門附身關外隊隊長金文鋒都出證 不知是否新聞黨太賣力了 民建聯的林林 以至建制派KOL都加入戰團 至於他們說了些甚麼 為免令人感覺斷章取義 誤導受眾、混淆視聽 大家就可以仔細看一看內容 再fact-check對一對事實 23條草案來勢洶洶 不要說普通受眾 對新聞從業員也是一大考驗 怎樣在有限的時間抽絲剝繭 歸納重點 還要兼顧言外之意 都好考功夫 應對考驗之餘 還要應付香港政府反駁隊的挑戰 這個星期 國際傳媒應該開始明白 香港記者 現在在當地採訪報道的處境 是怎樣動輒得救 上星期三中午 是一個重點 我覺得政府應該譴責 應該和彭博理論 我譴責彭博做假新聞 重要事說三次彭博出假新聞 我也覺得極有理由懷疑 是一些 為恐天下不亂的人 散播這些危言耸聽的言論 去阻礙我們的立法 親口回應之餘 政府當日埋慢再出稿強烈譴責 之後見到彭博的更正報道裡面 加多一段承認錯誤 原來當時彭博內部也都應付政府 明報的政治專欄引述消息說 原本彭博更正和刪除原有報道 是按內部程序做 但在立法會討論之後 政府有主責官員和彭博溝通 促成彭博要再在報道裡面承認錯誤 專欄又提到 早在諮詢階段 政府刻意不和外國傳媒溝通 據聞政府內部認為外媒已經無虐可救 寧願直接和外國商會 和領事溝通 沒有聽到任何人說不支持立法 我們早前報道過 政府為外國商會和領事舉辦的 23條簡介會 政府說多過聽 搞多一場聽意見之後 多間商會和領事代表都有疑慮 歐盟和加拿大加上28個國家 用了外交照會 以高級別的外交方式 向特區政府表達強烈意見 但到現在都沒有進展 明報也引述建制中人說 23條立法急成這樣 是當局見到外國開始大肆攻擊 令到形勢升溫 政府加快立法 可以令到外部勢力 沒有時間部署下一步 避免夜長夢多 這個星期 國際傳媒繼續緊貼跟進23條草案的具體內容和外界看法 《華盛頓郵報》的社論文章 形容對於痛苦地陷入獨裁鎮壓的香港來說 這個月標誌著有一個令人沮喪的里程碑 文中概括了47人初選案 黎智英案的來龍去脈和審訊進展 說47人初選案唯一合理可信的判決是判47人無罪 社論文章同時提到 北京實施的國安法已經嚴厲到 扼殺了香港的言論自由 令到媒體、工會和民間團體解散 但特區政府都認為未夠 當中特別說明 如果在今次縮短了的諮詢期 政府有聽批評的話 就會聽到外國領事抱怨外部干涉的含糊解釋 令正常外交接觸變犯法 學者亦為他們的日常海外交流擔憂 又引述了大律師公會寒蟬效應的說法 以及商會批評含糊的法律損害了香港作為安全投資地的地位 社論文章又說 記者有理由擔心常規報導會被扼殺 鄧炳強寫信給《華盛頓郵報》反駁 批評《華盛頓郵報》發表誤道和不當言論 鄧炳強說 社論文章對法庭案件的評論說法非常不恰當 公然干涉法院司法正義 彭博星期二發表的評論文章 就說香港的新國安法例含糊不清的程度令人擔憂 說在香港做生意已經越來越難 評論文章引用草案說 以目前的說法 如果發現有人為外國勢力工作 香港的行政長官可以禁止公司和組織在香港營運 又提到香港在諮詢文件提外部勢力的時候 聲稱澳洲和新加坡都有類似法律是不誠實 說這兩個國家都沒有試圖鎮壓境內外的民主派抗議聲音 也沒有執行中國政府的指示 鄧炳強寫信反駁彭博誤道和危言聳聽說公司和組織不會因為被發現為外國勢力工作而被禁止運作 而是和境外勢力勾結並且有不當手段才會違法 鄧炳強說危害國家安全屬於嚴重罪行 沒有國家會就手旁觀 以往有份很出名的報紙叫蘋果 那它絕對是煽動的了 那有些人想著要記錄一下這個這麼壞的報紙 將它放在兩份的家裡 那會不會都是屬管有煽動性刊物呢? 法例通過了之後 你還拿著這些 而這些物品是有煽動意圖的 就是違法的 它什麼時候出品並不重要 我放在那裡很久了 我都不知道原來我還放在那裡 我的目的都不是要你做煽動 放在那裡我都不知道存在了 我相信這個就是合理辯解那裡可以處理到這個問題 來不來有人來我家 我就給他看 你看看現在就不是這樣 那時候說的是真的 那你就有機會犯了這個所謂煽話罪 因為你利用那樣東西去達到某一個目的 這個目的就是要顛覆香港政府 提出證據的責任就是辯方 我覺得最簡單的就是扔掉它 或者收藏下底 就不會刮斷地下 但是如果你說我想冒這個險 那你就要好自為之 英國泰吳時報因為這些說法 寫了一篇報道 Hong Kong has to be jailed for keeping old newspapers 特區政府都出稿表示強烈不滿 說草案列明任何人只會在沒有合理辯解 而管有煽動意圖的刊物才屬於犯罪 要求泰吳時報停止危言聳聽的言論 英國金融時報的評論文章 就集中說外國企業和銀行家 現在在香港怎樣無所適從 提到有銀行家說 特區政府聲言沒有動機禁網和社交媒體 但對於要四維公幹的銀行家來說 去新加坡、倫敦、悉尼 不會想要帶多部私人手提 但踏足香港就要憂心匆匆 報道又提到 美國律師事務所Layvon & Watkins 切斷了香港員工 瀏覽公司國際數據庫的權限 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德勤、筆馬威 已經要求員工去香港公幹的時候 要攜帶即棄式手機 也有其他環球企業 商討是否要採取類似的措施 《紐約時報》的報道標題就說 香港以不尋常的速度力推嚴厲的新國安法 面對國際的聲音 特區政府的反駁隊也有外援幫手 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工署出稿說 有寫信給《華盛頓郵報》駁斥謀論 當中對於一個月的諮詢期是縮短的說法 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工署說 據其所知 911事件後 美國用了45天就通過《愛國者法案》 當時沒有舉辦過一場聽證會 反問《華盛頓郵報》按他們的標準 立法時間是否都太短 反問有沒有提出過異議 這個例子 這個星期不論在香港建制派 還是香港建制媒體都不斷引用 2001年9月11日發生的襲擊事件 造成近3,000人死亡 美國參眾兩院在10月25日通過了 《美國愛國者法案》 但法案的大部分條文都有日落條款 講明2005年就會失效 政府要求延長時效的話 就要重新充分討論 國會多次修訂法案 或者收窄部分執法權力 過去二十幾年 有份推動制定法案的國會議員 多次表態承認做錯 後悔當年匆忙通過法案 給了政府巨大權力 但沒有做到制衡的責任 到2015年 美國國會通過了《美國自由法案》 大幅削減國家安全局 對人民的監控權力 到2020年 生效了19年的《美國愛國者法案》 正式完全失效 隨著23條立法程序報入尾聲 國際除了表態 舉動也越來越積極 美國駐華大使白欣斯 在沒有預告之下 星期一和星期二訪問香港 他被傳媒拍到 在美國駐港總領事梅宇瑞的陪同下 去外國記者會參與閉門會議 他沒有回應這次行程 關不關23條立法 南華早報就引述消息說 白欣斯在香港見了外國記者會 和美國商會的代表 說這些會議 關乎到中美關係之下 對香港未來的看法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就說 會議標誌著恢復例行 和長期的內政管理協調方面的討論 我會有181年來的 是一個公司的公司 並不來我的規定 我會在邀請 我的朋友和朋友 Greg May 美國總領事長 香港 我們有很多公司 我跟美國公司 我會看見 我會有個好看 在這裡 我們有關心的關心 關於 Article 23的法案 我們會看 關於明星期的 明星期的關於 明星期的關心 關於人事項目 關於人事項目 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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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局局長在過去幾個星期內 過往美國駐華大使極少直接過問香港情況 相比香港 英國的政情就平淡得多 接下來5月2日是107個地方議會的選舉 而首相Richie Shunek說明當日不會有大選 正情是平淡但有危機一直升溫 就是英國麻疹個案 上年的中數是前幾年的十幾倍 這幾個月的趨勢不止不斷升 蔓延的區域也越來越廣 麻疹在今時今日被界定為極易預防的傳染病 但UK Health Security Agency今年年初 要將麻疹擴散的情況提升到National Incident 為何會搞成這樣 除了是大疫症的後遺影響 事實的真假也是關鍵 You are at greatest risk If you have not received two doses of the 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 vaccine 近兩個星期 有超過100萬年輕人收到當局通知 邀請他們補打防疫針 試圖壓止英格蘭麻疹個案的聲勢 從今年初開始 國民保健署NHS開展疫苗補打計劃 他們向家長發信 最先邀請6至11歲 之後12至15歲的組別 當中從未打過麻疹疫苗針的兒童 盡快補打專門防止麻疹 筛線炎和德國麻疹的混合疫苗MMR 上星期到16至19歲的群組 有大約20萬人 到這個星期二 就向90萬名19至25歲的年輕人 發出同樣呼籲 一度住職英國的麻疹不僅死灰復燃 近年的個案數字急升 2022年全年 英格蘭地區錄得53宗確診個案 到去年1月至10月 數字已經升了兩倍 去到167宗 之後至今的大約5個月期間 已經出現733宗新個案 大部分個案不足10歲 集中在倫敦、百明漢和West Midlands 並且有蔓延到其他地區的趨勢 個案集中的地區 都是16歲以下的人 疫苗接種率偏低的地區 例如West Midlands只有8乘3 倫敦更加只有7乘4 NHS也說 整體兒童疫苗接種率 跌到10年的新低 只有不夠8乘半 要令到麻疹個案保持低水平 需要9乘半的接種率才可以達到 麻疹有高度傳染性 患者初期會出現類似感冒的病症 面部和身體會出現紅斑 嚴重加會影響肺部和腦部發展 可能引致肺炎、腦膜炎、失去視力甚至死亡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 強調 麻疹絕對不是武害的傳染病 每1000個感染麻疹的兒童 就會出現1至2宗死亡個案 在英國 兒童要在1歲和3歲零4個月 各打一次MMR疫苗針 保護程度應該達到9成9 世界衛生組織在2016年 宣布英國已經將麻疹清除 但兩年後就失去了這個地位 NHS估計 目前全國有340萬16歲以下的人 因為沒有充分接種MMR疫苗 而暴露在風險當中 今次被邀請補打疫苗的 19至25歲群組 是在上世紀90年代尾到2000年代出生 當年一份由醫生Andrew Rickfield 撰寫的醫學研究 指當年的麻疹疫苗和自閉症有關 相關論文更加被醫學期刊刺針刊登 但後來論文被指作假並撤回 包括Sky News等多個傳媒都分析 這份具爭議的研究 對當時和之後家長 在是否為子女接種疫苗上 存在一定的影響 都近年出現新冠疫情 亦都打亂了不少家長 為子女打其他疫苗的部署 除了英國 世衛指出40個歐洲成員國 在去年1至10月 錄得超過3萬宗麻疹個案 而2022年的同期只有941宗 美國的數字亦都上升 美國疾控中心CDC 就指麻疹個案在全球上升 和部分人對疫苗普遍存在戒心有關 沒有打疫苗的人口 在全球流動 導致今天情況 可能有一些家長不願意被子女接受 她那個麻疹的疫苗注射 也都因為你知道 英國一個人口流動性很高的地方 每天都有很多不同地區的新移民來英國 如果有一些人 她是來自一些在公共衛生發展 不是那麼好的地方 可能根本她沒有接種到 也都英國地大物博 其實說真的 雖然這些疫苗接種 就在學校、GP 理論上應該是 都確保你會接種完 但始終都是有很多不同的族群 很多不同的文化 所以在英國某些地區 她的接種率其實真的不是太理想 如果有人感染 而加上麻疹是一個傳染性 那麼高的一個病毒 就會很容易有一個小型的爆發 怎麼樣呢? 你先有一個足夠的麻疹的保障 就是你接種了兩劑疫苗 在香港的疫苗注射 是12個月和18個月兩劑就接種了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的小朋友 是沒有接種過麻疹疫苗的 例如一歲之前她沒有接種 當然她有這樣的擔心 又或者她就算接種了一劑 還沒有接種第二劑 她都是沒有完全的保護的 但是你說你的小朋友 已經接種了兩劑的了 其實麻疹疫苗也都封行了很多年 我想大部份的香港人 大部份的香港成年人 其實如果你跟足香港的疫苗接種計劃 其實我們都接種了兩劑的了 理論上保障都很安全的 有另一些情況就是說 你雖然接種了疫苗 但是你身體有些狀況 令你的免疫系統是弱了的 譬如你本身是有些免疫系統的疾病 或者你用一些藥 令你的免疫系統的保障 效率是降低的 都可能是會有風險的 如果你是一個確診麻疹病人的接觸者 如果你也都還沒有接種了兩劑疫苗 又或者你身體情況 是有一個免疫系統的問題 令到你是很大機會 就算你接種了疫苗 都是不能夠有足夠的防護 那麼這裡的衛生當局 是會安排你接種了一個 麻疹防疫的免疫球蛋白 用來增強你對麻疹病毒的抵抗性 移民來英國的香港人 散居在不同角落 可以凝聚到大家的 可能是一起成長的回憶 一起生活的文化 和大家一直順手的價值 如果要將凝聚變成一個畫面的話 令到大家可以由四方八面千里少少 好像動物大千里去一個地方聚集在一起 暫時看來應該都是去演唱會了 前幾天我們在倫敦見證到這個畫面 還得到不少綠豆觀眾的鼓勵和我們打氣 在這裡代表綠豆台前幕後的蚊營團隊 多謝大家的愛護 生活的壓抑可能避不過 但是流行文化或多或少 可以成為大家透氣的出口 生活是苦難總會找到破綻 一路再突破限度 就用豆豪突破問號 Never give up 今集我們先聊這麼多 但大家先不要走 先看看吧 我們在Exxed 下景 我是陪他一起支持Anson Lo的 那是第一次來和你拍攝嗎 我是第一次的 我們也是第一次 我來了才更加喜歡 因為剛才沒什麼機會 支持Jeremy 十二減一等於零 所以全部都支持 其實很開心可以在這裡 這麼多香港人可以 都繼續享受我們香港的樂隊 歌手他們來 是很開心 這裡買到票 香港很難買票 我是從St.Albans過來這裡 今天下班就過來了 我是最喜歡姜濤 從他《全民造星I》已經喜歡他 九十九號的時候 誰好得太過分 誰好得太過分 誰死心塌地 逐我胡陰 淡淡而微笑著 若要好 好得比我響 哈哈 這麼多先 哈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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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多倫多來的 我們這三位都是 今天來見證姜濤和MIRROR 第一個巡迴演唱會 海外的巡迴演唱會 很興奮很期待 姜濤Good Show MIRRORGood Show M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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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欺負你 唯一想 我歌 啊 我认为是最好的人在阶段的阶段 但每个人都做了自己的最好 其实我从南部的国家 但我喜欢他们 全部站起来 我会看到香港人从英国的国家 是真的... 怎么说? 是很浪漫 我們是Lottingham 我們是Lottingham 駕駛車來嗎 駕駛三個多小時 今晚怎樣?一晚又怎樣 不是,回去吧 不是,回去吧 不是,回去吧,駕駛 駛駛駛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三個多小時就只是從以前來到 長洲也是兩、三個小時 其實我們在香港 過來英國定居 當時離開之前 剛剛看了MIRROR的演唱會 但看到中途腰斬出事那場 看了半小時左右 然後出事 對,很大打擊 很替他們相信 對,替他們相信 難得香港這麼多年 很久沒有一隊boyband 可以有這樣的熱潮 大家去追一下聲 值得支持的 我們在街上 我們在街上 有這個 贏 駛駛 很下廣 2019年 軍事